我們來討論原子的結構 早期大午吞認為原子已經不能再分割了 事實上原子裡面還有結構 裡面還有東西 還可以再分割 不過以大午吞的模型已經可以解釋很多東西了 之前我們不是有講架數嗎 架數的話就要談到原子結構 了解了原子結構以後 我們才比較容易建立架數的觀念 我們現在來談談原子結構 從道爾吞的原子說 到達原子結構被發現 也經歷了很辛苦的歷程 不過我們現在介紹一些事實就好了 就是說 一個原子它是由什麼呢? 由什麼組成呢? 有一個原子 原子核 這個是原子核 原子核跟核外的電子組成的 原子核裡面又有什麼? 又有這個中子 跟這個子子 子子帶一單位的正電 中子不帶電 那外面的電子 那外面的電子 電子的話呢 它是帶什麼呢? 帶這個一單位的護電 所以說 一個電中性的原子的話 它的話是不帶電的 為什麼? 因為它核外的電子數 就是原子核外的電子數 跟原子核內的子子數 它是一樣的 所以它就不帶電 那我們所謂的那個 原子序 所謂的原子序 所謂原子序的意思就是說 這個原子在那個周期表上面的次序 就位置 所以原子序呢 代表什麼呢? 代表一個原子 在周期表上面的位置 也代表它的什麼? 它的原子核裡面 它子子的個數 那原子序的那個表示法 比如說這個 這個就是氦 這個氦元素 我們用H1代表 那麼它的什麼呢? 它的這個 原子序 我們就寫在什麼呢? 寫在這個符號的左下角 不是 左上角 寫在這個符號的左上角 那像這個氦的話 原子序是2 那下面的話 寫什麼呢? 寫質量數 所謂質量數的意思 就代表它的質量 那就是說 這個有4個呢 兩個子子 兩個中子的話 這個質量數是4 也就是這質量數 質量數 質量數 質量數的話 這個原子序的話 2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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2 2 0 3 2 3 1 2 1 2 3 2 然後這個原子序的話 讓我們知道說 這個參與化學變化的 是外面的電子 所以事實上化學作用 事實上是原子跟原子之間的電子交互作用 事實上是那個電子作用 所以的話 這個物質它的化學性質 只跟它的原子序有關 就跟它的什麼呢 外面的電子的行輪有關 所以 子跟這有關 有些物質的話 雖然它在 這個周期表的位置一樣 但是因為它裡面的中指數不一樣 所以我們有所謂的什麼呢 所謂的同位數 同位數的意思就是說 它在周期表上面的位置一樣 但是它中指數不一樣 但是它中指數不一樣 這個同位數它的化學性質是一樣的 那比如說什麼 比如說氫 氫的話 簡單的氫 就是一個子子 那外面呢一個什麼 一個電子 這個是氫 還有的話 還有所謂的刀 刀的話就是說 就是裡面只有一個子子 刀的話就是說 它原子序是1 原子量是2 就裡面有一個子子 跟一個中指 還有所謂的氚 氚的話呢 是只有一個子子 但是它裡面的話 它有兩個子子 所以它質量數是3 那這三種原子 它的化學性質都是一樣的 不過它的那個 實際上是它的原子量 原子量不一樣 這原子量是1 原子量 這個稍後我們會介紹 這個氫的原子量是1 它的原子量是2 這個是3 不一樣 好 那現在呢 那這個就是什麼 這個就是原子的大略 那我們呢 看看它的大小 這個什麼 這個一個原子 它的那個大小 這個原子的大小 我們可以怎麼做 你知道嗎 原子的大小 我們可以怎麼估計呢 因為我們講的 就是說 有一些物食 它是精體狀的 它精體狀的話 比如說像什麼呢 像碳氓 這個東西我們是隨便講的 或者是說 食鹽 食鹽的話 它是一個氯 一個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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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排列整齊的 那排列整齊的時候 那我們呢 知道說 比如說 一末耳好 一末耳好 這個末耳我們之後 會再解釋 就是某一個定量的 一個定量的 這個食鹽 它體積我可以測出來 那體積我測出來的話 那麼它的那個 這個個數我可以曉得,裡面有多少呢,這個鈉,有多少鈉我可以曉得 那這樣的話,每一個鈉或一個鈉的大概的體積,它的那個估計,估計的體積我就可以算出來 它大概呢,一個鈉離子大概多大,一個鈉離子大概多大,這個是差不多大的 那估計出來的話,我就曉得說,它一個什麼呢,一個原子,它體積大概多大 然後我就可以估計說,它的半徑大概多大 這個一個典型的原子,它的半徑大概是那個,十的什麼呢,負十次方公分 沒有,十的負八十萬公分,負十十萬公尺 一個典型的原子,它的半徑大概這麼多 那這個是很大,然後原子核更小 原子核大概呢,那這個單位,我們叫做I,大概一I 就是一個原子核大小,大概是一I 然後呢,它原子核的大小,大概是整個原子的一萬到十萬分之一倍 一到呢,一萬,一萬到呢,一萬到十萬分之一倍 所以喔,這個一個原子的話,它裡面是很空的 它質量,質量大部分的話,集中在這裡 啊,還有什麼喔 還有這個一個子子,它的質量呢,跟一個中子的質量差不多 而且喔,它的質量的話,比起那個呢,電子質量呢,大到無法想像 欸,也不能無法想像 大概是喔,它的質量大概是一千八百四十倍啦 一千多倍啊,將近兩千倍 大約啊 就是說一個子子,或是一個中子,它的質量喔 大約是一個電子的一千八百四十倍 啊,所以呢,大部分的質量呢,是集中在原子核裡面的 這個電子的話喔,幾乎是沒有質量的 那事實上的話呢,我們喔,到後來我們都有把這個呢 紫紫喔,跟電子的那個,那個質量給測出來 電子喔,它的質量大概多少呢? 大概是九點一乘以十的喔 負三十一千萬公斤啦 然後它的質量,或是那個中子這樣喔 大概是,欸 這個前面這個數字的話呢,我有點忘記了 不過它數量幾乎是死的呢? 多少喔? 死的那個負二十七四方倍的樣子啊 公斤啦 這好像是六點...六點七的樣子啊 這六點七的樣子啊 不過的話呢,這個目前你們不曉得沒關係啦 反正的話,你就曉得的話,大部分的質量呢 都是集中在什麼呢? 在那個原子核裡面的 大概是這個樣子啦 大概這樣就介紹完了啦 這個同位素,比如說這裡它要講 子子核相同的話,但是質量核不同 那我們稱為同位素 它代表呢,例如自然界中的氫 同位素的話有什麼呢? 有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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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氫的話它是佔99.98% 那有什麼呢? 有那個刀 刀的話 它大概佔多少呢? 佔這個...0.02% 那還有那個氫啦 這氫的話幾乎什麼呢? 少到呢...這個...可以忽略 不過呢... 不過也有這個... 那大概就是這個樣子 那然後你會想站在這兒 那呢? 那第一個就是那喔 那是...這個拉出還是 那與這兒相同的 它哪有幾乎哪有這個 那應該最終於是把是